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梦 过去飞行 当时飞行对许多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最近有一个新的实验 这个实验叫做高音速的飞机 这高音速的飞机就是它飞行的速度 是现在商用飞机将近五倍左右 那如果是这个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飞行速度 这样的一个飞机可以成功量产的话 那如果是Airbus做出来 我想Airbus可能会变成全世界市值超过苹果的公司 如果是波音做出来 那它可能完全就离开了现在 整个经济衰退带给它们的冲击跟影响 可惜最近这个高音速的飞是完全失败了 这个高音速如果成功的话 将来是什么样的速度呢 就是从东京飞到巴黎 只要不到两个小时 想象一下从东京到巴黎航程不用两个小时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美国这极音速飞行器 乘波折号是非成功的话 如同海水汉外型的极波折号 是由美国空军主导研发 它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可在飞行过程中从大气里获取氧气 放弃攜带氧化剂 节省重量 以音速8到10倍飞行 时速约是1万到1万2千公里 美国人幻想高速飞行 源自于经典电影《星际大战》 但注使美国军方加快高速飞行器研发的静音 是一次猎杀宾拉登失败的经验 当时都找到宾拉登老巢也定了位 但海军发射的导弹整整飞了一个小时 宾拉登早跑了 五角大厦事后检讨 如果有紧速导弹15分钟就完事 因此美国在过去10年间 就投入了20亿美金研发高速飞行器 造了4台乘波者号 里头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技术一旦成熟 用于新一代军用民用飞机等方面前景看好 但外界更看重它的军事用途 尤其是超高速的导弹 这可让美军在几十分钟内 攻击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 当然肯定引起中二方面的关注 这会是非常特别的功能 他们想要长远的攻击能力 并不会害怕中国人或俄罗人 以认为我们已经发生了温暖冲撞 传播者过去一进行两次试飞 奋舟进行第三次 由一架B-52轰炸机 攜带升空 这次试飞 设定以6马赫 约时速7300公里 准备飞个五分钟 这有多快 大概是五倍于商用飞机 从纽约飞往伦敦的速度 只是这承播者脱离B-52 辅助推进器点火才16秒 控制唯一就故障 真正的主角超然冲压发动机 都还没启动 承播者已失去控制 坠入大海 几个亿的美金 16秒就没了 如今承播者就剩一台 花了十年砸20亿美金 得到几乎毫无成果的试验 在财政拮据的美国 很难交代 如果五角大厦还能厚着脸皮 向国会再要经费 那美国议员的回应 肯定像星际大战里 天行者说的一样 什么一块儿的粘败 什么一块儿的粘败 所以要做0.5